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台能的奇美博物馆 是许文隆先生以回馈社会 推动艺术教育的善念而成立的 因此完全不收取门票 提供民众免费预约参观 奇美博物馆的展示包含 西洋艺术 乐器 古文物 自然史以及古兵器等五大类收藏 馆藏品内容丰富多样 包括埃及古文物 日本武士刀 世界顶级珍贵名情 以及文艺复兴等各时期画派的经典作品 还有鸟类 动物标本等多元化的收藏 让观众即使不出国 也能够欣赏世界各地的文化精髓 现在就赶紧跟着博物馆太险去 一起开启这趟世界奇美的博物馆之旅 大家好 我是草莓夫人 我有个非常疼爱我的丈夫 她有时候会陪我去庭园散散步 有时候还会买珠宝送给我 夫人 我看到了这条项链 就想买给你 那有时候也会请画家帮我画肖像 大家好 我是呱呱大师 我是本世纪最会画人像的画家 很多皇宫贵族的画像 都是我呱呱大师所画的 呱呱大师 那就麻烦你了 请你务必要把我们家的夫人 把她的善良 美丽还有纯真 通通都给画到画里面去 没问题 我一定会将夫人的美 还有您对夫人的爱 通通都给画到画里面去的 大师 您也太夸张了吧 爱怎么可能画到画里面去啊 草莓夫人 大师说得没错哦 爱真的可以呈现在画中 现在就让我们到奇美博物馆 一起去欣赏充满感情的艺术作品吧 哈喽 大家好 草莓姐姐今天来到了奇美博物馆 这边真的有好多艺术品跟画作 不过听说看画是有学问的 说到这门学问 我倒是不太懂 该怎么办呢 草莓姐姐 不用担心 你今天有事先电话预约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带你参观博物馆吧 这真是太好了耶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画作 可是我们该从哪边开始好了呢 草莓姐姐 西洋美术在艺术史上 占有指竹轻重的地位哦 奇美博物馆有系统地收藏 西洋艺术的各个流派的作品 我知道西洋艺术史上面 有文艺复兴时期 巴洛克艺术 新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还有印象派 象征主义 到后面的20世纪后现代艺术哦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吧 那我们就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吧 在我身后的这幅是圣母子像 对 这件作品是画家乔凡尼的作品 它的特色呢 人物都非常地收藏 而且人物没有什么表情哦 因为他们认为 人物没有表情的话 会看起来比较庄严 神圣哦 而圣母穿着黑袍 看起来特别地庄严耶 不对 其实它是蓝色的哦 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褪色了呢 不过老师 这幅画为什么比较特别 它有一个这样子形状的框框 把它框起来啊 这个框框啊 是代表着哥德式的建筑哦 一般人啊 如果不方便上教堂的话 家里都会摆着这样子一幅小画 方便他们膜拜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在西洋艺术里面 其实有很多圣母的画像 而传统上 圣母是穿着蓝色的袍子 以表示她是天国之母 那有时候圣母也会穿着红色的袍子 以表示她对人间的博爱 而圣母在寿命的时候 就会穿紫色的袍子了 这幅作品啊 叫做圣马丁与乞丐 这是角式主义的作品哦 角式主义的特点呢 都会把人物特别的拉长 圣马丁的故事啊 是在说圣马丁有一天骑马 遇到了一个乞丐 看着乞丐很可怜 就把身上的披荆割一半给他 后来他也梦到 耶稣身上也披着一样的披荆哦 是啊 同样的作品啊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诠释手法呢 角式主义里面 人物的颜色都好惨白 和其他的颜色 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而且我发现 人物身体拉得这么长 真的有一种紧张跟不安的感觉 没错 这就是角式主义的特色 我们有另外一幅 圣人马丁的人词 就是用古典手法画的 它就比较强调 人物比例的正确性哦 我有发现 两幅画里面的乞丐 一个是年轻的 一个是老的 而且它们的披荆一条是红色的 一条是绿色的 老师 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没有耶 因为画家对每个故事 都有不同的诠释方法 所以画的都会不一样哦 这是法兰德斯画派的作品 厨房一井哦 老师 我有发现了里面几个小朋友 看他们在玩吹气球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耶 不是气球哦 那不是气球 不然那是什么 那是猪的膀胱 膀胱 不会吧 没错 它长得像气球 而且放开的时候 会发出一种猪叫的声音哦 还有啊 草莓姐姐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画中的签名在哪里呢 我找不到耶 在哪里啊 签名就在壁炉的右上方哦 当时啊 画家都是以字画像当作一种签名方式 那以后草莓姐姐我签名 也画我的字画就好了 哇 这个女生的眼睛好大 好有神 好漂亮哦 对啊 这件作品叫布兰基夫人 是新古典主义的作品哦 我知道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出现了大量的美女肖像图 她们表现了女生甜美可爱 高贵纯洁的一面 而且像布兰基夫人 眼睛大大的 脸红红的 不管是服装 或者是坐姿 都很优美哦 对啊 布兰基夫人非常的幸福呢 她有个非常爱她的老公哦 她特地请了一位画家 来替她画了这幅肖像画呢 而且啊 还请了一位财博师 帮她就了这一件 非常昂贵的衣服哦 好好哦 看到画里面 布兰基夫人 她只要有个简单的发型 还有大方的礼服 坐在绿色椅子上面 摆着优美的姿势 就可以让人感受到 她美丽的外在 还有纯洁的内心哦 这一件作品呢 是高级的作品叫做信息 作品呢 所画的就是圣经故事里 天使报家印的故事哦 老师 那这象征主意里面 象征什么东西啊 画中的女子呢 就是圣母玛丽亚 天使呢 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 告诉她说 你即将怀有一个特别的小孩 女子呢 把手放在胸前 代表我知道了 这样草莓姐姐 你知道了吗 这样我知道了 原来啊 里面每一个小动作 都有它的含义 那该不会连红花 也都有它的意思吧 没错 红色印素花呢 在西洋代表的就是死亡 也就是说 耶稣即将面临一个 残酷的死亡哦 哦 这虽然是一个圣经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幅画 很有现代感耶 里面的圣母 她就看起来比较年轻 也比较亲切 对啊 因为高齐啊 就是用她16岁的女儿 当作模特来画的呢 哦 那这样子我知道了 哇 这些画画画在盘子上 感觉好特别哦 对啊 这是20世纪 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毕卡索的作品哦 哦 这个我看得出来 像中间那个盘子里面 就是形容西班牙的豆牛 对不对 对 画家画的啊 就是他小时候 住在西班牙里的回忆呢 嗯 画真的可以画在 画布以外的媒材上面 而绘画的颜色和素材 真是千变万画 而每一样作品 都是西洋艺术史上的 节奏跟记录哦 奇怪哥哥 秦美博物馆 做了很多精彩的收藏 从西元前的石雕 每一个重要阶段 各家各派的经典之作 我们都有哦 嗯 你知道它们是怎样 来被制造的吗 呃 我想想哦 那雕应该就是磕 那素的话应该就是捏陶土了哦 雕呢 就是剪法 那素呢 就是夹法了哦 没错 这一件运动员作品呢 是巴卡里亚这位艺术家 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哦 奇怪哥哥 如果你仔细看 在你的边边呢 嗯 艺术家就把他自己脸部的浮雕 也放在作品里面了 真的耶 这座运动员呢 不但呢 有把这个身体线条做出来 连手上呢 这个青筋都可以微微的发现哦 以前的运动员啊 不但呢 是要注意这个力与美的结合 不是只有跑得快而已哦 连身体的线条还有身材啊 都要非常非常的注重 早期呢 运动员 他们参加比赛呢 最主要是为了要敬奉希腊神明哦 等到比赛后 结果揭晓 优胜者的运动雕像 通常是会被放在神庙中 奉献给神明 可是西瓜哥哥也有发现啊 这个运动员他的表情不太对哦 好像心情不好 是不是比赛比输啦 我觉得有可能哦 因为我们这样子怎么看 在他身上都找不到 象征胜利的桂冠 这个作品呢叫做 克罗丁五冬半身像 这个小孩子啊 圆嘟嘟的脸 还有双下巴 让人好想捏一把哦 对啊 这是艺术家以他自己 三选女儿为模特 制作的作品哦 而且啊 西瓜哥有发现啊 在他的额头上面 留下好像是指纹的东西 那真的是指纹吗 对 其实这是艺术家 可以遗留下来的一个触感 我们总以为 只有医生才会去上解剖学 事实上武东是用心的哦 他也去上了这方面的课 同时还研究很多 艺术大师的作品 所以你看 他的作品是这么的精准 这一件作品是奥赛罗 由意大利的雕塑家 卡尔威所著作 那卡尔威这位艺术家 一向是擅长以沙翁剧中的 主角人物为题材 那这个奥赛罗呢 是沙翁四大悲剧当中的主角哦 那卡尔威非常地厉害呢 利用这个大理石啊 把这个布料 很轻柔的感觉 全部都做出来了 包括它的头巾跟手上的手帕哦 你有没有发现 这件作品非常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结合青铜与大理石 你待会儿细看 发现它的额头上 有很激动的青筋 还有它的眼角 地下好像悔恨的眼泪 这件作品是 《加勒地与海豚》 作者是由意大利籍的 安西里欧尼先生所雕塑的 这位艺术家非常擅长于 神话故事人物的表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 也是它毕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加勒地》它是海神 我们看到作品中呢 非常自在 非常优雅的一种乘风破浪姿态 我们也发现了 这件作品的材质 非常的温润有光泽 而且呢 这个《加勒地与海豚》呢 它是以360度的方式来呈现哦 如果我们从45度角来看呢 就可以发现呢 这个《加勒地》呢 它拥有S型的优雅曲线哦 而且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有波浪的长法呢 随风飘逸 动感十足哦 在《加勒地》 它的肚琴的部分 上面的皱褶 也做得像是真的一样哦 你观察得好细微哦 可是在这边我要告诉你哦 这一件作品的底座 也非常特别 你有没有发现 充满了很多纹路 这样的一个纹路石头呢 只象征海浪的意思 让大家对海神更有印象 这件作品呢 是孟蒂的《格戴娃夫人》 这个《格戴娃夫人》呢 她的故事呢 实在说 英格兰的妇女格戴娃啊 她呢 因为很勇敢又很善良呢 所以她特别呢 静言伯爵 希望呢 她可以免除人民的重税 这个伯爵呢 就开玩笑的说 格戴娃啊 如果你呢 你敢没有穿衣服 就骑马上街的话呢 我就免除人民的重税 善人的《格戴娃》 就真的答应了耶 没有穿衣服 好害羞哦 的确没有错 我们将会看到这件作品 《格戴娃夫人》 她的表情是这么的害羞 这么的挣扎 但是她真的为大家牺牲了 对啊 而且呢 西瓜葛也有发现 她头发的波浪 还有她衣服上面的一些皱褶 都很写实 很精致哦 西美博物馆以十九世纪 法国的绘画和雕塑收藏 最为丰富 而且听说有些巨幅画作 当初还是先把墙打掉 花运进来之后 再把墙补回来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 大型绘画的美感 和情感张力吧 哈哈 这个作品我知道 是自然主义的巴比苏画派 没错 草莓姐姐 你好厉害哦 因为我有看过米勒的画展啊 这一件作品呢 是杜普赫的《秋收》 通常都是描绘 劳动者很辛苦的样子哦 哦 而且我发现 她跟米勒的十岁 里面的场景还有人物 都很像耶 但是啊 艺术家在这里 变了一点点魔术哦 你注意看这一皮马脸 我们现在从左边 好 慢慢地走 走 注意看 马脸 有没有一直看着你哦 真的耶 老师 我发现 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边 那匹把马都一直偷看着我们耶 而且啊 这些辛苦的农夫们 在画家的笔下 也就变得更伟大了 这一件作品啊 是磨合的渡船 画中的风景呢 画的是 丰丹白鹿森林附近的风景哦 这幅画好像真的在阳光底下耶 而且啊 我有发现哦 里面有些人衣着比较华丽 而有些人就比较朴素耶 还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画中没有桥墩呢 对耶 那是因为啊 当时没有桥 所以所有的人不管是贵族 贫民 都必须要靠渡船来过河哦 哦 所以贫富贵戒 人人平等了哦 这件作品呢 叫做春天的海潮 画家的灵感呢 是来自英国史考特的作品哦 嗯 这个作品是史考特的小说 古董商人 里面描述了18世纪 苏格兰的探险之旅 而途中男爵遇到了狂风暴雨 他祈求地看着天空 而怀里紧紧地抱着女儿 只有画中的乞丐 非常平静地摊开手 表示他们的命运 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也点出了 我们的命运将会是相同的 这句话 不过 老师 怎么样可以知道 这个作品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啊 浪漫主义的作品啊 都非常强要色彩的对比哦 你看 黑夜还有白色的浪花 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呢 这里是儿童特展区 那在这个展区里面呢 我们将会看到很多 有关于儿童为主题的 画作跟雕像 比如说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呢 它是贝卓妮所作的小女孩与狗 在这件作品底下 我们将会感受到 狗对人类的忠诚 看到了这个雕像呢 就很像是一张立体的照片哦 在这个雕像当中呢 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呢 正在很舒服地睡觉 可是啊 突然出现了一只毒蛇 想要咬它 这个时候呢 中狗就出现 踩出这个毒蛇啊 来制止它哦 这个哭泣的小男孩 看起来好可怜哦 是啊 它是关内里欧的作品 他非常喜欢大理石 所以创作了一系列 跟小男孩有关的作品 有很多肢体语言 反正每一件 都让这的人非常的喜爱 这个小男孩呢 穿着睡袍啊 然后嘟着嘴 然后呢 手合十 然后好像在说 拜托不要骂我嘛 这件作品呢 是爆公鸡的男孩 嗯 这个肥滋滋的小男孩啊 勒得公鸡的脖子 然后呢 走啊走 仿佛好像在说 好重啊 我快撑不住了 来帮帮我啊 看起来很辛苦耶 那刚刚呢 希望可怡有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作品哦 就是这个 老师这个是什么 这件作品呢 看起来很可爱 对不对 其实它可是很惨的 因为它的名字叫 完蛋 这个小男孩啊 完蛋 完到打翻蛋 我看啊 它真的完蛋哦 这件作品呢 是由法国籍的艺术家 艾米勒所作的 它是 马老鼠逗猫的男孩 而且啊 你们看 它还在偷笑 好坏哦 它明明知道呢 这个老鼠呢 怕这个小猫啊 还故意呢 把鼓鼠器这样往下倒啊 猫呢 想要跳过来抓这个老鼠 却又抓不到 还拼命地呢 拿爪子往上抓 所以在这件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感觉到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 以前啊 总觉得雕塑作品啊 颜色很单调 可是这些西瓜格发现哦 虽然它的色彩单一 可是啊 却可以更能够仔细观察 雕塑作品呢 它的线条 还有它的美感哦 老师 刚刚我们进来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 发现呢 有很多艺术家呢 在临摹耶 是啊 我们很希望呢 社会大众都可以来这边享受艺术的美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 我们都欢迎来这边 而且我发现 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家具哦 是啊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欧洲家具区哦 所以这边全部都是古董家具 对了 我们呢 今天来到博物馆 已经逛完一整圈了耶 才没有呢 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小部分 我们今天走的是绘画跟雕塑 好 那时间不够了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博物馆是不收费的 所以只要你想来 随时你都欢迎你过来看 哇 太好了 不收费耶 那下次啊 西瓜哥哥跟草妹姐姐呢 还要再来看一下 像是古文物啊 乐器啊 兵器啊 还有自然室的收藏哦 真的耶 西瓜哥哥 这样真是太棒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感觉 那我以后也要开一间 属于我自己的图书馆 我可以把我买到的书免费 分享给大家看 那我要开一个玩具博物馆 就可以把很多的玩具呢 借给大家玩咯 哇 很好耶 太好了 今天来到奇美博物馆 欣赏到西洋艺术史上 各时期的代表画作 了解当时生活的情景 也感受到每个时代的氛围与议题 也在雕塑简单的色彩里 透视到艺术的线条 找寻出创作者的意念 还有精神 更学习到与人分享的快乐 西瓜哥哥 草莓姐姐 决定要以分享快乐的心 生活在艺术的世界里 大家好 我是玩熊哥哥 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赶快按下订阅键 那你还想要看到 更多精彩的影片吗 也可以看这里哦